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Ubuntu服务器网卡的设置方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TCPAP协议 这个是咱们internet网络的传输协议 一般分为IP地址4和IP地址6 是由四个字节或六个字节组成 目前用IP地址4的比较多 不过今后由于IP地址4的枯竭 可能会用到IP地址6的场合会更多一些 下面这个是Ubuntu的网络设置文件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文件 对TCPAP协议进行更详细的设置 关于TCPAP协议请大家参阅百度 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了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作业内容 非常简单 就是对咱们自己的Ubuntu服务器进行IP地址的设置 好,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步骤 第一个咱们先通过Ubuntu的一个命令 叫做ifconfig 对咱们网卡的设置进行一个确认 确认包括本地的网卡地址 网关 资网研码 资网段等等等等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编辑网络设置文件 在ETCFollow的下面有一个叫做Network的子目录 下面有一个叫做Interface的这么一个文件 咱们通过Ubuntu的Nano命令对它进行编辑 Nano命令相当于Windows下面的记事本 用它来编辑文档非常的简单 好,咱们打开网卡设置文件Interface 里面就是对本地网卡的设置 大家注意一锦号开头的行是注释行 好,咱们编辑一下本地网卡ETH0 如果咱们服务器上有多块网卡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ETH0,ETH1,ETH2等等 好,咱们看一下本地网卡的编辑方法 这个地方我用到一个static 说明本地网卡我是使用静态IP地址的设置方法 然后第一行address呢 是我设置本地网卡的IP地址 我给的是11.200 下面的是资望研码 咱们要默认的三个R55加一个0 接下来是Network网络 这要设置咱们当前的网段 大家注意看,我用的是11网段 再下面是广播地址 大家注意看,这个的地址是本网段IP地址为R55的地址 接下来是网关,就是说我在本地网络和公网相连时 进出口是哪个地址 最下面是DNS 如果有的话,在这个地方设置 一般和网关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网络地址设置好之后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它生效 第一是重启网卡服务 第二是重启操作系统 我推荐大家使用重启操作系统的方法 因为仅仅重启网卡服务 可能会使一些网络应用不能够及时生效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重启操作系统的方法 操作系统重启之后 咱们再通过IFConfig 确认咱们设置的网卡内容是否已经生效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操作内容 我们马上开始 这里是上次我带领大家装的 这个Ubuntu的最新版本 我们现在登录一下 好,然后进入刚刚说的网络设置目录 大家请稍等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进入到ETC Network这个文件夹 然后设置Interface网卡文件 咱们先进入ETC Network 然后再通过Nano命令设置Interface文件 大家注意这地方我用到SU2 这个文件必须得是管理员的身份才能够编辑 所以在Ubuntu里面需要加上一个SU2 把我本人变成管理员 因为我本机只有一块网卡 所以这个地方仅仅看到了ETH0 好,咱们对它进行编辑 把THCP这个动态IP分配的这个协议屏蔽起来 变成Static静态IP 然后咱们把这些内容设置过来 咱们一行一行的输入 Address是本地网卡地址192.168.11.200 好 接下来设置咱们的子网研码 啊,不是子网研码不是192 是255.255 这个是TCPIP的知识 如果咱们大家不是很理解的话 咱们按照这个25255的方式设置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咱们的网段 咱们是11网段 然后呢最后一位给0 接下来是广播地址 这个呢也是TCPIP的知识 咱们只要记住把它写成该网段 最后呢是255就可以了 再接下来是网关 这个是咱们本子网的出入口 咱们一般使用1 这个是根据您的网络的路由的IP所设置的 然后呢您本地网络呢 肯定还会有一个DNS服务器 一般和网关使用同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 好,设置完IP地址信息之后呢 咱们不急于初音启动 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咱们的设置是不是正确 如果这个地方咱们设置错的话呢 严重的话可能导致服务器不能够启动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先检查一下 大家请稍等 好的,应该没有问题 咱们Ctrl O保存退出 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先确认一下现在的网卡设置 大家注意看 我现在的地址是11.11 没有问题 再确认一下刚刚编辑过的interface文件 用CT命令 这里呢设置呢是11.200 没有问题 咱们用reboot命令启动 好,看看咱们网卡设置是不是正确啊 如果错误的话呢 估计操作系统启动不起来 咱们呢还得用紧急恢复命令进行恢复 希望咱能够一次成功啊 不过应该没有问题 在启动过程中呢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错误 好,咱们登录一下 咱们再确认一下现在的网络设置 大家请看 已经变成了11.200 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咱们在同样一个网段中 用其他的机器呢 向它进行登录 咱们试一下 咱们使用另一台机器 通过SSH命令向它登录 用户名呢是小马 然后at 再写上服务器的IP地址 回车 然后输入小马用户的口令 就能够登录成功了 以后呢 咱们就通过这台机器 向服务器登录 并进行服务器设置 而不用在服务器的窗口中呢 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了 因为一般情况下呢 服务器都不是放在咱们本地 都是放到IDC机房 咱们呢 是通过SSH命令的远程登录 再进行各种服务器的操作设置了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也希望您的留言和我讨论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